那希望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加深 場上見喔 都是田徑出身的 有這個機會 一定要來尬一下吧 良性競爭啦 畢竟他那麼強 全中院金牌 哇 ZING公開下張家生暫帖 為全明星辭掉正職 黑歷史曝光 不是喔 好爛喔 黃隊在ZING 最素男的帶領之下 現在已經把整個距離拉開 我剛剛都看不到車尾燈 我剛剛都看不到 ZING身為全明星黃隊狀元 破了一百公尺短跑大會紀錄 MVP也到手了 不過他其實是報上上陣 由於是兩年前 擔任幼兒園提士能教練 為了示範動作不勝錯勝 所以你原本就是 提士能教練生肌的一種動作 是 然後為了全明星 對 把工作完全吃掉 那之前都是在 網歌手的方面發展 之前就有水波出道了 對 是愛你 愛你 愛到賣死的 這真人出感 心碼的 我哪會臨心你也無愛 那個我真的不敢看耶 黑歷史 你是男人的體育出身 你覺得出面性很操嗎 我講認真的 非常的累 非常的操 我對於比賽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在賽前 我會做意向訓練 心裡有一個畫面 我等等上場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這項運動 然後把細節做得更好 那當我真正站在場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態度跟氣勢要拿出來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我的抗壓性算是蠻好的 更感動的地方是 其實郭哥 幾乎我們每一次練習 他都會到場 他就把自己當選手一樣 我們都一直開玩笑說 郭哥要不要參加第四季 就是把 領隊換成選手身分 郭哥私下很兇嗎 其實他私底下是一個 非常溫暖的人 我印象很深刻 郭哥那時候就跟彭准 一起來淡水找我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因為這輩子 從來沒有人 會想要來淡水找我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第一個淡水真的太遠了 我有朋友 對我來說真的是 哇 半夜可能會真的 有人想來找你聊天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通常都是 我去台北找朋友 對不會 很少人會主動說 要來淡水找我 那時候可能郭哥也想我了 我的期許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黃隊可以挺進總冠軍 希望可以幫郭哥拿下這個榮耀 在進球迷信運動會之前 我就有設定幾個目標 那其實就是100公尺 那很開心自己能夠 打破這個紀錄 那還有跨欄 因為畢竟我是跨欄出身 希望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加深 掌上界囉 再跟宣戰 對 宣戰 宣戰一下 畢竟都想學弟嘛 都是田徑出身的 對 有這個機會一定要來尬一下吧 良性競爭 對啊 畢竟他那麼強 欸 全中院金牌 哇 你傻傻過他全中院 沒有 哇 那個太難了 哇 那個真的太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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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